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ker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版本的选择与安装 对 今天咱们就讲Doker如何选择版本 首先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Doker的版本 第二Doker的安装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 首先Doker的版本 Doker都有哪些版本呢 大家请看 官方给咱们列出了三个 Doker, Engine, Community,社区版 Doker, Engine, Enterprise,企业版 接下来还有一个Doker, Enterprise 有朋友觉得很多苦恼 咱们两个Enterprise 其实是这样 打我接触Doker以来 我就认为它的内部版本管理就很杂乱 它企业版里面还分为三个小的细的版本 非常的繁琐 我觉得咱们初学者来说 咱们不用去管什么企业版 那些多牛毛的功能不管 咱们就直接去学习它的社区版就够了 学完社区版之后 咱们马上就学K8S 咱们跳过它的企业版 其实K8S的功能足够强大 好 咱们先少去 接下来 咱们就讲讲该怎么去安装这个社区版 首先说 咱们一个一个看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列出了一些个Doker 安装一些信息 首先咱们开发 无非是基于Windows桌面开发 Mac桌面开发 以及Linux部署兼开发 对吧 那咱们看看 首先Doker是支持Windows版的 但是有前提条件 而且还非常的繁琐 咱们看一看 首先如果您要想在Windows10上 或是Windows上安装Doker桌面版的话 您必须要保证 您的Windows10是64位 并且是Pro版以上的版本 Pro或是Enterprise 或者说是教育版 您必须要基于这三个版本之上 才能够安装 像我现在用的是Home版 我就没法安装Doker的Desktop 这是一个我比较苦恼的地方 不过我都在虚拟机里面装 接下来 必须要激活您Windows平台上的特性 什么特性 Hyper-V和容器特性才可以 这个再添加删除组件里面去设置 同时硬件需求 必须得是流出4位的处理器 这个一般都能达到 对吧 4G内存在没有问题 同时您的主机BIOS 要打开虚拟化设置 才可以 这样的话 才能够在Windows上进行安装 还不敢说保证安装成功 还有根据您当时Windows的情况 设置Doker讯息的使用资源 这个咱倒是再说 接下来 接下来是Mac的安装 Mac安装相对简单一些 要求相对低一些 一般的Mac都能够安装 首先说 它要求是2010年之后的Mac的硬件 这个咱一般都达到 然后MacOS要求是10.12之后 这三一般也能达到 然后4G内存 不用说 如果用老Mac的话 那么它要兼容 它要是什么 它要是这样 如果您在老Mac上想装Doker的话 您需要安装Doker2 Doker2 3.30这个版本 也是很繁琐 好 但是相对Windows 相对Windows安装来说 简单一些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咱们要用到了 Doker的CE版 是这样 Doker它提供了 它这个CE版 它支持基本上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Linux 包括什么 包括SentOS 对吧 Fedula 没问题 Debian Ubuntu 对吧 这次我的课程 就是基于Ubuntu给您讲解 那咱们请看看 Ubuntu它都支持哪些个版本呢 最新的Disco 跳舞 Disco 19.04没问题 18.10没问题 然后我这次采用的是 大家请看 18.04 LTS版本 准确的说是18.04.3的版本 基于这个版本 我做这课程的讲解 当然它也支持老版本 16.04 16.04 2010年2021年就要过期 所以说不推荐您安装 最新的LTS长约版 是18.04 推荐您安装这个版本 包括开发 咱们也可以在上面进行 好 OK 说完之后 然后干什么 咱们就要实战演习 系在Ubuntu 18.04 LTS上 咱们去安装一个Doker 该怎么做 官方给出的安装手术 是在这个网址 有兴趣的方法 可以访问一下 不过没关系 我把它都总结出来 您按照我的方式装 就能够装得上 咱们一步步试 首先一上来 先是这三步 干什么 把现在系统中所有的软件包都做一个更新 更新成最新的软件包 OK 咱们说干就干 马上就干 我这个地方 给您提前装了一个 咱们今后学习用的一个Linux的一个服务器 是Ubuntu Server的最新版本 好 咱们现在应用这三个命令进行安装 我在本地建了一个UP文件 就是这三个命令 对吧 咱们直接运行一下 好 大家请看 我现在本地所使用的所有的组件 都是最新 没有之一 对吧 OK 好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安装什么 安装Doke之前 咱们先安装一些系统必要的库 或者说是依赖包 把它拷贝过来 好 准备安装 我先清个屏 拷贝过来 好 安装 Go Yes 安装成功 对吧 您按照我手顺 一步步来 接下来 咱们要在本地增加一个Doker信息库 那么之前先要装一个密钥 马上装 用这个命令就能够装一个密钥 我再清评 再来 成功 什么叫成功 怎么叫安装成功 我要带您看一下这个密钥 安装到什么地方 它的内容是什么 怎么看 就下面这个命令 KID确认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它是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是咱们刚刚安装的Doker的密钥的信息 没有问题吧 您一目了然 OK 回来 安装完密钥之后 咱们要进行一个指纹的认证 加入 稍等 这指纹后面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我这写了 是刚才咱们密钥的后八位 一样 OK 这个地方多说一句 给您做个提醒 好 咱们马上开始 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在咱们本地增加Doker信息库的URL 同时咱们只使用Doker的稳定版 好吧 拷贝过来 马上运行 Go 正在更新 这样的话 咱们本地再安装软件包的话 就能够引用到Doker官方里面的内容 好不好 相当于与官方的Doker的数据库做了一个连接 好 咱们先看 这个行命里面 其实有个子命令 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个其实是咱们Share的命令 是干什么的 它是查看咱们系统的核心号 这地方我给您写出来了 咱们直接执行这个命令 看一眼 注意看 看了 这是我现在用的这个Ubuntu 18 它给咱们使用的系统核心号 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命令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ETC下 咱们可以这么敲 也能够看 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地方 代码名和信号 没有问题吧 OK 准备工作 还没有完 咱们在这个地方 像咱们本地的信息库里面增加了一个Doker的信息库 对不对 那么这个信息增加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大家请看 是这个地方 我也给您列出来了 是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文件里面增加了Doker信息库内容 咱们把这个文件打一下 看一下 我先不要这个Grip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文件本身的内容 一大堆 对吧 OK 咱们清空 然后咱们只看这个文件中Doker部分 增加了吧 没问题 大家请看 用的是这个稳定版 对吧 然后是针对咱们Ubuntu 18.04 LTS的版本 OK 没有问题 完全设置成功 接下来咱们把信息库追加了信内容 接下来咱们要把系统本身再做一个更新 怎么更新 还是用我本地的这个App 没问题 好 那么咱们准备工作 就算都做完了 再接下来该怎么做 进行Doker的安装 怎么安装 在安装之前 咱们先用这个apt寿命令去看一下 以前我如果没有更新咱们信息库的话 咱们这行命令执行是找不到Doker C这个版本的 因为咱们帮帮帮做这么多准备工作 那么咱们的Ubuntu本地这个Ubuntu就能够读取到Doker信息库里面的内容 那么咱们用这个命令一回车的话 大家请看 Doker C版的信息都列出来 大家看这地方 咱们要安装的是最新版本 19.03 这是Doker现在的最新版本 咱们就装这个版本 好吧 OK 那么怎么办 装吧 这行命令就能按 其实这行命令 咱们只执行这第一个就可以安装 为什么 因为这个Doker C版本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它依赖于这些包 都会给咱们自动安装上 没有问题 但是Doker官方给的命令 是让你这么三个敲 那咱们三个敲 其实效果是一样 这个给大家多说一句 好 我清平 然后直接敲这个安装命令 Go 这样的话 390兆 这样的话 它会在 从Doker信息库 官方信息库下载Doker最新的文件 然后安装到咱们本地的服务器当中去 大家看我这个网速还是可以 每秒钟8兆下载 还不错 OK 正在安装 等一会 Doker我也准备 就是说不准备给您讲太多诗的那种 咱们都以实战为主 我就用命令 一边敲命令 一边给您画图 咱们一点点的把这个Doker给它学会 学会完之后 我就再讲一个Doker 可以替代Doker的最新技术 那个咱们下面再说 好 咱们Doker按照完之后 回来看一下 怎么看 教育安装 直接敲DokerHelp 这个命令 看一下咱们是不是安装上了 对吧 清屏 然后DokerHelp 一回车 Doker多如牛毛的命令 都会列出来 对吧 那咱们敲什么 咱们敲Doker 稍等 我清一下屏 咱们敲Doker Version 干什么 看一下咱们安装的版本 当然这个也可以敲 杠杠 Version 看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说明咱们到这一步 就算安装成功 大家看这地方 说明它是基于购语言开发 是吧 OK 这是一句闲话 接下来 咱们怎么说 我的Doker真正能安装成功 并且能够从官方的服务器 下载image文件 并且执行呢 用这个命令 Doker Run Hello World 是这样 Doker官方信息库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Hello World的试运行的程序 咱们如果能下载 并且在本地运行成功的话 就说明咱们Doker的环境 搭建成功 马上试一下 Ctrl C 试一下 因为我是第一次运行 它肯定没有 所以说它会从官方服务器进行下载 注意看 没有吧 没有找到这个image 然后怎么办 下载 对吧 OK 完了之后 稍等 我轻空 咱们再执行一遍 成功了吧 什么叫成功了 看这句话 这句话是Hello World的信息 image 咱们download下来 在本地运行 它会默认打出这么一个message 对吧 然后下面是说 咱们Hello World的image 都给咱们做了哪些工作 有兴趣朋友可以读一下 今后咱们其实就是 去完成这些工作 然后咱们可以自己去建一个image 咱们可以把这个自己建的image 推到服务器上去 然后在别的机器进行下载 然后运行 都是可以的 咱们一步一步来 请不用担心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分享的 Docca第二期的内容 Docca的版本与选择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对吧 按照我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做 是这样 咱们这个课程 是基于Ubuntu进行讲解 然后呢 咱们会在这个Ubuntu上 去建立咱们今后 自己的课程的image 建完之后 我是这么想 咱们在Windows和Mark上 咱们都装一下 Windows和Mark的桌面板 装完之后 咱们再去下载 或者说咱们再去应用 咱们在Ubuntu上 所建立的image的文件 这个环境 然后看看能不能多跨平台 实现咱们的应用程序的部署 以及开发 好吧 这就是今后我的目的 也希望有幸运的朋友 咱们一起来学习吧 OK 然后我的课程文件 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我的网址是我的小马官网 有幸运的朋友可以访问 并且拜托您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OK 那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